以往週日北市環南市場 肌肉攤商幾乎每攤都擠滿人 生意好得不得了 如今受到禽流感疫情擴大衝擊 加上政府下令近載禁運七天 生意大受影響 而根據房檢局表示 目前禽流感共有37例確診案例 已撲殺14萬隻激情 其中人數共通 全台包括東部 宜蘭 花蓮 以及中南部縣市 共有五例七場被感染 就怕業者不堪虧損 行政院18號同意 提拨三億經費彌補業者虧損 不過只針對近載期間 主動通報的勤償 我們東西都沒問題 這樣近載七天 我們生計怎麼辦 我們這七天政府陪我們 也不會陪 說什麼拨三億基因來什麼 三億來援助我們 這禮拜我們損失誰來承擔 業者抱怨政府補償金 看得到吃不到 損失只能自行吸收 不過由於白肉機不列為 近載範圍 市面上還找得到 但鴨肉鵝肉攤商 受到七天近載影響 直接關門不做生意 傳統市場幾乎找不到 鴨肉與鵝肉 甚至傳出一隻鵝 價格飆到三千塊 店家生意難做 零售更難經營 記者綜合報導